這是在當時來急診的畫面 大拇指其實是被這個紗布包著的 那二三四五指其實都已經被壓碎了 如果說是一個切割傷 這個二三四五指拿回來 我們都還可以接回來 可是因為這件事很不幸的是 被那種專註機很大的很重的東西整個壓碎 所以他的骨頭神經病態早就已經都糊皮了 這個是大拇指 這個是手指頭 手背這個也是開放性的骨頭 那時候是一個除了二三四五指骨折 骨折以外不見以外 腰屎骨有骨折 大拇指如果少掉了二三四五指的功能 我們在拿東西可能功能會受限很大 那所以有提到說等這個整個軟組織都穩定了 可能需要做個腳指頭移植到手指頭的手術 那這是鄭先生還沒手術之前的手指頭 那是第二指 第三指 第四指 第五指 剛發生的時候也是信心都沒有 那現在手可以這個骨口變大可以拿東西 就讓我非常有信心 所以可以手術成這樣已經非常的方便了 操作機械的 有時候要開吊車 要開怪手 我都在操作機械的 很不方便 像現在先接好了操作機械 這個湖口比較大 就這樣OK了 因為還沒有接起來 在開是靠這個湖口 很吃力啊 現在接起來就很輕鬆了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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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靠湖口的力量 可以啊 可以啊 算錢可以嗎 啊 算錢一定要會算 在客欄也要洗 可以啊 高一的時候 剛受傷都是要靠左手 都要靠左手來 訓練左手來 然後拿東西